《伍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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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們首先 鼎鼎我們最尊貴 最敬愛的根本傳承上師 聖尊連身活佛 鼎鼎 鼎鼎 此事对我们一切传法的恩典 让我们在短短的生命时光当中 能够领略到佛法的无上智慧 这是我们生命中无上的恩典 我们深深的真诚的鼎礼 我们鼎礼 我们的三本尊 南无极瑶池金母大天尊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地藏王菩萨 我们鼎礼台湾累藏室 所有的诸佛菩萨龙天空行护法 请请放光加持 让我们今日这一段生命的分享 能够彼此的与佛触动 能够与所有的同门 大家相互的触动 我们敬爱的各位上师 各位法师 各位同门 各位广场上的同门 各位网路上的同门 大家好 大家午安 我们今天只有不到半小时的课程 这不到半小时的课程 要讲临终关怀 简直是有点无上的高难度 但是呢 没有关系 不管怎么样的难度 临终关怀 度过生死的大害 今天的这一本书 其实呢 周律师要我选一本书 我真的选不出来 因为根本上师的临终关怀 分布在好几本的书中 而且都很惊讶 但是我今天选择 度过生死大害 度过生死大害 不是一本书 也不是一个信念 而是一份决心 我请问大家 在座的各位 广场的各位 还有网路的各位 真的愿意 用我们这一世的生命 度过生死大害吗 愿意哦 愿意举手一下 Good 这个让我有站在这里的勇气跟信心 度过生死大害 我们就要明白 我们该怎么度过 我们要明白 我们的生命从此生 到未来 师尊赐给我们的CD 磨合双年词 所以我常常呢 感恩师尊 这一世给我们尊贵的归一哦 而且我们的归一是怎么样 是生生世世 师尊的寺院 是生生世世 我们师徒之间的一种誓言 这个归一呢 不是一张归一证书 而是一份誓言 师尊希望 从我们归的 那一刹那的开始 就带领 我们走向真正的成就 回归 磨合双年词 对不对 所以师尊给我们一个净土 叫什么净土 磨合双年词 大家要不要上去 我常常讲一句话 你们一定都记得 这句话叫做 人人都有希望 然后 各个都没把握 所以呢 我一直在讲临终关怀 讲临终关怀 不是要大家如何为别人祝念 是为谁祝念 好 我感觉我们这一般都很有智慧 所以 所以我们要度过生死大海 我们要做临终的关怀 我们就要知道 我们怎么度过 我们怎么关怀 所以我们都知道 我们一个人的生命 打从妈妈的肚子生下来之后 我们有两个元素在结合 一个是怎么样 肉体 一个呢 灵魂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嘛 有一条关叫做 有分不退 灵魂是什么 灵魂是什么 哎呀 我们这一般答不出来表示 以前我说的课 大家都这一只耳朵听进去 然后这一只耳朵怎么样 出去了 叫什么 由于我们今天的黑板 只有那么一小格 我就拿在我的胸前 让大家看到 我们都讲 中英文教 得度法 对不对 中英是什么 不知道中英是什么 怎么会有文教 怎么会有得度 对不对 所以这个关键 短短的半小时 大家一定要抓到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就是要了解什么 腿中英是什么 又叫做什么 什么叫一生生 什么叫一生生 一就是什么 一念所化现的一个能量场 好明白了吗 什么叫中英 诶 怎么没声 什么叫中英 什么叫灵魂 什么叫灵魂 什么是一生生 现在大家的意念在哪里 有没有在上课 确认 我们的灵魂连线了 意念所化现的一个能量场 也就是我们在这个大宇宙的空间 我们说我们整个法界分为死法界 对不对 死法界有六道轮回 对不对 我们要不要 确认啊 好 哪六道 天 人 大家的答案都正确 但是 我们说我们不要六道轮回 但是就真的 不会六道轮回吗 不见得 大家就知道为什么个个没把握了 对不对 人人都有希望嘛 我们都希望往生磨合说廉词嘛 对不对 但是个个怎么样 但是我们今天归依师尊 修持真佛秘法 这个法这么精要 我们如果没有把握 我们会不会辜负师尊 我们每次跟师尊说 师尊 我爱你 大家很清楚明白 我们爱的是什么 爱得够不够深 爱得够不够真 师尊说 我把我的心肝脾肺脏全部掏出来 真佛秘法这么珍贵的薪水 那如果我们没有真正的去实修 这个爱是像梦一样 大家明白吗 既然灵魂是一生生 是意念所形成的一股能量场 那我们要回归磨合双连词 我们每一个念头的能量 你都要去意念 是不是 我们爱师尊是看到师尊的时候说 师尊我爱你 就这样而已吗 不是 我们要实时意念我们的根本传承上师 这个才叫做彻底的爱 明白吗 愿意做到吗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意念 都有烦恼对不对 但是如何把我们在烦恼的时候 把我们的念头拉回来 这个是真正最重要的意念 因为当我们随时观想根本上师 当我们随时可以从我们起起伏伏的生命当中 随时把我们的意念拉回来 意念根本传承上师 这个就是一个把握了 在这个把握里面 大家愿不愿意去做 愿意 各位 这个声音有够强烈的坚定 我不晓得广场外面的同门 有没有如此的愿意 这个愿意是要做到的 这个就是改变的力量 就是决心 就是愿意 我们才能够度过生死的大海 你像人生是一坡一坡的浪 师尊讲佛性是大海 人间你我在人间流浪 最终 对 这一句充满了一种觉悟 所以呢 师尊开述我们 佛教不是一种仪式 佛教是一种觉悟 我们要觉悟什么 度过 要有决心 度过生死大海 那么度过生死大海的 师尊的法教非常非常非常的多 我只是告诉大家 师尊提到三粒的救度 我们说我们人人都有希望 我们每个人都希望 我们脱离六道轮回 回归磨合双年子 对不对 但是各个都没把握 但是从今天开始 我们要知道如何把握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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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永远上课 一定会问大家一句话 跟大家一起复习 给自己共勉 这句话是 密教的根本传承上师 代表 是十方一切诸佛菩萨功德的种极 今天我们要度过生死大海 我们要回归磨合双年慈 从此刻开始 你要建立一个信念 将根本丧失 深深的印入脑海 将根本丧失 无时无刻的 在我们的心中 显现我们内在的力量 因为人间是波浪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 都是一段故事 起起伏伏 这个一切的爱恨情仇 得失毁欲的 永远都是相同轴心的故事 那么我们在人生的波浪当中 怎么样让自己回归大海 密教最重要的加持力 就是根本传承上师 我们灌了那么多的顶 我相信大家 对很多很多的主尊 一定是没有办法 一尊一尊观想清楚的 是不是 我们只有一尊 我们势必一定要观想 不是观想而已 随时出现在我们的心中 随时出现在我们 深刻的生命当中 这一尊是哪一尊 是根本伤失 当我们能够清清楚楚的 把根本伤失的这股能量 随时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的灵魂层次就提升了 别忘了中阴是灵魂也是一生生 意念所形成的一股能量长 就好像我们现在是一百瓦的电 当我们意念根本上失的时候 这个宇宙的光 宇宙佛菩萨的一切功德 这所有美好的能量就从虚空中跟我们连线了 是不是 你这个一连线就好像插电了 你就得到源源不绝的关顶了 但是呢 讲得很容易啦 做得不容易啦 对不对 因为刚刚私以要我们把我们的手机关到飞航模式 我们是不是 常常把我们的手机关到飞航模式 跟师尊常常有一点没有连线 但是跟世俗很多的事情都是一直不断的在连线 我们只要把这个颠倒过来 修行就有希望 为什么 整个宇宙是一个能量空间 你今天我是一百瓦的电 未来我的肉体不见的 我剩下那一股能量长叫做灵魂 那你会回到哪一个空间 回到跟你能量场同样的空间 对不对 这就是这一年来 师尊一直在讲叉叉叉叉 叉叉不是一个人而已 是一个现象 当我们的这个现象 处在这样的贪嗔痴的现象里面 你纵使有一个很庄严的贪嗔 佛也不会来讲 因为这是一个能量场的空间 刚刚呢 在开始上课之前 还有同门说 哎呀我要环境 我怎么样怎么样受到叉叉的干扰 我就说 等一下麻烦留下来听课 我们每次都仰赖师尊亲自给我们环境 师尊很辛苦啊 但是我们不能为自己环境吗 怎么做 怎么做 上师相应 实时意念根本传承上师 师尊说灌顶的法流永不枯竭 但是谁把这个连线切断 是我们自己而已 是我们自己怕鬼而已 是我们自己觉得我被干扰了 我们永远都觉得我环境不够 我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但是一个礼拜到台湾雷藏师 见一次师尊还一次进 大家觉得就够了吗 如果每天你实时意念根本传承上师 灌顶的法流永不枯竭 这时候你已经在充电了 当你把你的电你的能量 你提升从100瓦提升到200瓦提升到300瓦 我们灵魂的能量层次一直不断的提升的时候 请问这些低能量的这些能量场 会不会干扰我们 要有这个信心 你才知道为什么要修行 我们信念可以成佛 我们信念也可以永无止境的轮回 在十二因缘里面 一念无名开始就像轮子一样 不断的从生到老死 一直在轮回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意念永远没有停止的流浪 这样明白吗 所以今天短短的时间 一个课程 从临终关怀 可以讲到非常非常究竟的法药 这些法药都是根本传人丧失 不断的一再的 苦口婆心的来教导我们 只不过我们有时候疏了 是不是 那么这些师尊所教导的无上智慧 当我们理名了之后 就好像我们知道我们的彼岸在哪里 就如同我们知道我们要回归的净土永恒的家在哪里 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实修 我们就好像一直在想着我们要吃满汉全息 想着我要吃满汉全息 想着这件事情大家明白吗 想半天你出门你都不肯踏出一步 最后还是饿死在家里 实修很重要 所以今天跟大家讲 每天的意念根本传承丧失 是重中之重 当我们在生命当中遇到我们不可去阻挡的很多 祈福的因缘 我也有一个信念 能够让我们非常安然自在的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这份信念就是与佛同在与佛同行 当我们有这样信念的时候 人生遇到种种的挫折困境 告诉自己一切会过去的 因为我们与佛同在与佛同行 今天当我们有这个信念 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了多少的顺境多少的荣耀 你自己也心里明白一切都会过去的 在与佛同在与佛同行的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深深的明白原来我们这么的渺小微不足道 我们这一世我们跟师尊这个人生的经历比较 不要说成就正量 只说做到这件事情我们就很微不足道 师尊的做到五十年两百多本文集 这一点我们跟师尊比较起来太渺小了 师尊他耐心充满的慈悲 我们跟师尊同行 我们觉得我们太渺小了 我们有很多的障碍 有很多自己去设下的墙啦 师尊是没有障碍没有墙 他对众生的爱就是那么样的自在流露 我们当我们与佛同在与佛同行的时候 我们今天在这短短的沙坡世界 你说我们拥有了什么 我们有多高的权位 我们有多好的这种财富 当你与佛同行真心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一切原来我们是如此如此的渺小 但是因为我们与佛同在 我们这一世的生命与贵命 就显现了如此不可思议的价值 告诉大家修行无他 头顶根本丧失 头顶根本丧失 这一尊最尊贵的根本传承 他代表着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的身口意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功德的种极 他是宇宙的一股非常强烈的能量场 我们随时进到宇宙的充电器里面充电吧 我们常常都有很多的无奈沮丧 但是我们随时观想根本丧失 我们随时与佛同在 随时在每一念安静的心中 在每一息呼吸当中 我们得受绵绵不绝的灌顶法流 此时此刻 这一份根本上是宇宙佛菩萨光明的能量 就绵绵不绝的灌顶着我们的全身 深入到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毛细口 深入到我们灵性的最深处 与佛同在 当我们能够就这么样简单 而能够真心的用我们全生命打开我们的心去做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在改变了 我们在改变了 当我们能量提升的时候 能量场是有特性的 当我们能量提升的时候 你的心呢是很宽广的 你的心呢是很平静的 你的心是喜乐的 你的心是光明的 这个时候 你要知道 修行的 改变的力量 已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了 当我们有时候 碰到种种的困境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起伏的 我们的心是关着的 怎么样我都踏不出去打不开 心是关着的 心是黑暗的 什么样的念头都是负面的 叉叉的现象 不是很多都让自己困在这种困境当中吗 是不是 告诉大家 打开心中的那一把钥匙 不要害怕 不要恐惧 因为害怕跟恐惧 是我们对自己的潜意识的暗示 因为我们忘了师尊了 我们才会害怕恐惧 当我们马上头顶跟我们丧失 让这份爱 这份光明的法流 不断的灌顶我们全身的时候 当我们灵性的 欲念的能量场 这股能量一直不断的在提升的时候 我们的恐惧就会消除 我们内在的信心就会升起 如果你爱师尊 麻烦我们爱彻底一点 让师尊跟我们永远的同在 让我们跟师尊永远的同行好不好 这个才叫做真爱 懂吗 以后啊 当你这样子的时候 就不是只有表面的爱啦 要真正的爱 与佛同在 与佛同行 他是我们的力量 他是我们灵魂清静的一种力量 所以我希望从这一堂课上了之后 大家就不要怕叉叉 怕叉叉 赶快观想师尊给我们灌顶 那么今天短短的时间啦 渡过生死的大海 这本书呢 这个我就只好找一段 找一段跟大家分享 师尊讲的 要明白四种往生 刚刚我讲的是一个根本哦 是一个根本哦 如果我们能够长长意念 根本传承上师 其实我们有四种往生 这是我们都可以 这个虽然我们也有期望 但是我们也有方法去走到 第一个叫做正念往生 师尊教导我们 我们一个灵命中的人 心不颠倒念佛持咒 这就是正念往生 刚刚我告诉大家的 就是正念往生的根本修法啦 大家明白吗 大家有没有拿到正念往生的一把钥匙了 确认吗 确认吗 确认好 如果万一确认的还不是那么够 还有第二种 第二种叫做什么往生啊 狂乱往生 狂乱往生呢 他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人重始做了恶业 那么在恶业里面呢 到在往生的时候 会有产生很多的果报 对不对 这个时候 我们的心很颠倒很颠倒 对不对 这个时候 只要有一个大善知识 交叉念一生或十生的佛号 一心跟着念 也能狂乱往生 你看 度过生死大海 师尊告诉我们那么的清楚 给我们那么多的机会 我希望今天在座每一位哈 我们都要手牵手告诉自己哈 我们一定要回家 第三种 无忌往生 什么叫无忌呢 啊 不散不恶啦 无忌嘛 你忘记了 你看 他说 平日有归一佛门也念佛慈咒 但真正临终了却无法念了 这个时候怎么样 我们念念的 我们临终的时候 所以我们平常都念佛慈咒 但是我们临终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的念头会跑到哪里 哇 我们的病苦好痛啊 我们的念头会跑到痛那里 对不对 我们的念头会跑到哪里 跑到 哎呀 我即将要往生了 我对家人的一切的情放不下 我们的念头 就会跑到我们所有一切的挂爱那里 好 这个时候呢 虽然他平时念佛 这个时候怎么样 忘记了 但是 虽然他忘记了 但是他平日念佛慈咒的功德 也能往生进度佛国 所以我们现在的努力重不重要 重要 好 这是第三种往生 第四种往生是意念往生 意念往生 讲的是契切 这边讲的是契切 好 我们有的临终者因为 他的这种最后 他必须要弃切了 弃切其实是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的 但是他弃切了 他没有办法持咒 没有办法念佛 这个时候 他如果 啊 意念当中 还意念着根本上师 还意念着持咒 意念着念佛 他也能够往生 想想看 我今天为什么选择 这四种往生 师尊的教导 为什么 要告诉大家 其实 也不是很困难啦 对不对 有没有一点信心 有齁 但是除了信心之外 我们还要加分 不仅这样而已 我们还要产生 我们自己内在 一份自己内在的力量 我们要永远 意念我们的根本 传承上师 让这一份灌顶的法流 永远 绵绵不绝的灌顶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灌顶在我们身身世世的心灵当中 记得 记得 我同在 佛同在 余佛同行 我们对师尊的爱 要非常非常的深 不是讲在嘴巴的一句话 是在我们生命当中 永远没有分离的重逢 明白吗 这种爱才是深刻的 这种爱才不是人间的 这种爱呢 是我们体会到师尊这一世 他在我们心中 所投入的一种心血 所给予我们灌顶的智慧 真佛秘法 你不要认为 这个仪轨就是那么的简单 这个仪轨是因为师尊 把他淬炼得很简单 把所有凡夫的秘法 淬炼成为精髓 真佛秘法在阵形里面 我们从开始观想 根本上师开始 就启动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连线 我们从这一刻开始 师尊的光能量 他的誓愿就不断的化为干露 一直在灌顶着我们的全身 每一个呼吸 师尊的光与干露 绵绵不断的灌顶着我们的全身 深入到我们全身的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毛细孔 这就是我们对根本上师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观想 因为我们永远要记得 秘教的根本传承上师代表 好 大家永远要记得 这一句非常重要的话 永远放在我们心中 人世间度过生死大海 不难 但也不简单 它只是一个誓愿 不是信念而已 它是一个誓愿 我们的誓愿多坚定 我们的成就 就会有多高 誓愿 明白吗 今天跟大家 在这个短短的时间 来分享这一部 非常伟大的教法 中英文教得度法 它可以从很潜入 但是它又可以很深很深的 让我们领略到 一切佛法最精髓 很潜入 大家只要 每天 有空的时候 没空也要找时间 我们 观想根本上师 让根本上师 日日夜夜的 灌顶着我们 我们永远跟师尊连线 不离线 我们能够 做到这样 有一天 师尊的法 会从我们心中自己去领会 我今天讲太多讲太多 是我个人经验 但是今天大家只要连线了 只要得到这个传承法流的灌顶了 我们大家的智慧是一直在慢慢的打开 我们的内在盛生的慈悲啊 你有会一直不断的升起 这是自自然然的 因为我们的能量场提升了 因为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观想和誓愿里面 我们一直不断的跟师尊越来越接近了 越来越接近 就是越来越能够与师尊相应了 从感应到相应是一条漫漫的长路 那么相应还有很多的层次 别忘了 度过生死大海 是一个信念 但最终我们能做到的 绝对是一个誓愿 我们愿意做 愿意行 我们自然能够成就 我希望从今天的这一堂分享课程里面 我们一定要明白 只要我们头顶根本上师 与佛同行 与佛同在 我们这一年来 所有的问题是不成问题的 当我们自我的能量提升的时候 所有一些低能量的这种空间的这种能量 它再也越来越不能影响我们的 记得走在禁师 中法 实修的道路上 希望我们每一位都是真正的行者 我们每一位都是真正能够荣耀我们根本上师法教 并且能够让我们自己得到最尊贵的成就的一个真正的行政 这个才是我们对根本上师最重要最伟大最殊胜的供养对不对 好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为止 谢谢大家 我们每一位都不希望 谁都不希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